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贵州政府打响第一枪 你逼我什么动态清零 你要我封城 你要我做核酸 我没钱 说完 哼窗有声 地方政府没钱 叫人自费 那自费那个都没钱那怎样呢 这个就是事实 在之前这两三年的核酸 这些防疫措施这些大坝 全部花的钱就是医院电子 跟着就是药厂赚了大钱 核酸的赚了大钱 影金核酸是谁的 最大的那间公司的老板叫钟南山的儿子 那你就明白了 跟着每每的政府就派出的战员军 但是每一天给500元津贴 300多元 连上各样东西500元还可以虚报名额 政府官员又赚了大钱 这些大家都有目共睹 而志愿者 又平均来计300多元至500元一日 又赚了大钱 来到这里 使得这么厉害 那最重要的就是当然医院 从医院开始电子 跟着camp医保 哎呀有问题啊camp医保 我们先电负住 结果医保没钱 拖坏了整个中国的医疗体系 已经有2600间的医院收拾了粒 就是没办法在医保里取回他们电子的钱 那当然了 要贪的就贪了 但是支出的我收不到 那我就收拾粒的了 难道我咬出来吗 这里也看得到就是李一强在五月份他说的 现在整个中国总理的机要费就是用来救难扶灾 就是天灾横祸才出的 至于医保已经没钱了 所有的核酸检测不能够报销 落回你当地政府 你们自己搞 不要问中央拿钱 这样政府怎样 跟着就不停地 考纳明目 在民间挖钱 动态清零 二十大的时候 大家知道 日日排大腿 一日两检 应检尽检 结果 那些穷省份 我要效忠习近平 我要清零 但是到最后我都没有 结果 来到这里 十月三十一号 贵州打响第一枪 就是说贵州政府财政有问题 不能够再应检尽检 那怎样 愿检尽检 你愿意检就检了 是吧 不过你自费 那你说如果自费的人 你有谁愿意自己日日去检 你用快策就说而已 日日下去排大队 你说笑吗 最重要的是愿检尽检嘛 那我不愿意 不用检 这样动态清零 怎样可以维持下去 其实 地方政府反动态清零 从来都有 二十大 这段时间 前后的 见到他们想尽办法 去做个佳模 因为这个 关于他们的官位 除此之外 看不到他们任何得益 最重要的是你习近平 我效忠你 但是当二十大完了之后 喂 我真的没有能力 连公务员都削减了三成的 人工连绩效奖金 今时今日 我在哪里给你 三十一个省市 全面负数 包括深圳市 千几亿过去赤字 那你告诉我 你怎样可以做下去 跟着叫人民付费 那我都不出街 我没东西做 我失业 连饭都没得开 人民怎样可以再付费呀 如果你说由单位给钱 即是由公司给钱的话 公司要员工上班 但是他的 所谓的叫做 支出这么庞大 他又怎样能顶得住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动态清零 贵州打向第一枪 我都说了 当有口服疫 这一种的疫苗开始 动态清零就有一个藉口开始收缸 再加上财政困难 叫做什么 应检进检 现在变了愿检进检 还要自费的话 即是说动态清零已经开始动摇 只不过用不同形式 因为习近平他提出来的 你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这件事 但是他改变了个性质 即是说动态清零 慢慢会变成了一个口号 接着就全部这样躺平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政治现实 今晚一样有一天不收声 其实没什么说的 那收视也不一样 其实昨天那一集我是很有心机说的 那收视就是不行 所以我也在考虑着 因为对于我来说 做一天不收声呢 为什么坚持一定做呢 就是无非就是想跟网友保持联系 因为如果不做一天不收声 那生活王国 那就交给Ken和Sam去做呢 那我可以什么都自己做了 甚至我现在做傻瓜片我直播出 我连找人剪接相片的都不需要 你上来网台你见过我 你一定会知道 我看着新闻 接着我拿起我就做 其实我现在 喜欢我现在这个状态多些 因为在网台呢 没有位置我通常坐地下 捱着条腰骨 这样坐到十个八个小时做节目 如果在旧台那里呢 因为空间大些 那时候前面也不用一张茶几 那我就好像现在我做节目那样 我是一路讲 我是一路走 一路讲一路走 其实今天这条片 第十五段片 我是这样的形式 我不是坐在那里 我没有资料 我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讲 一路走一路讲 那当做运动 这样走的话 每一日我都会走到两三个小时 所以 其实搬来新网台这里 我人是胖了的 我胖了十二三磅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以前我是不停地消耗自己的体力 那还有 其实好像现在来这里做节目那样 我吃东西少很多 在网台是不停地吃不停地吃 现在我眼中饭都没吃 做节目 走来走去都不觉得肚子 反而好像吃东西是一种叫做 输解压力的作用 那希望做得更加好 今晚一日不收声见 拜拜